4号泰利台风消息 7月16日上午4点 中心位置大约来到北纬18.8度 东京 116.1度 香港南方海面480公里 中心气压988百帕 轻度台风等级 进中心最大风速每秒28公尺 风力十级 瞬间最大阵风每秒38公尺 风力十一级 气急风暴风半径120公里 以时速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溪移动 暴风圈外围环流 开始对台湾产生影响 因此中央气象局15日晚间 对台东及恒春半岛地区发布大雨特报 15日晚间至16日 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同时香港 菲律宾 广东海南也受其影响 有局部大雨的 未来趋势 台风以时速14公里西北移动 同时强度会开始快速增 并在两天内达到至少 时速155公里的最大威力值 大约14级风力 向西北溪逼近广东雷州半岛移动 广东海南 将是大风大浪大雨的天气形态 各地要加强防台措施 另外 菲律宾东方的99W 东南的98W 也是逐渐增强中 20日左右 也有发展低气压的迹象